第五千七百九十五集 叶辰愕然道 当真 要是天启之尊肯出手帮他练气 那肯定比他自己练气要好得多 叶邪神笑道 当然 爷爷不会骗你的 天启之尊就是这样的人 如果可以的话 他其实并不想插手任何争斗 他只想当一个练气师罢了 叶辰眉头紧皱 对天启至尊还是有点怀疑的 但他绝对相信爷爷 便道 好吧 爷爷 那我等你好消息 叶邪神道 好 这几天你好好的看家 此神权柄最终一定是属于我们轮回阵营 说吧 叶邪神收好轮回天剑和黑玉京 而后离开星月界前往魔神宫 在去到魔神宫后 他将会与深渡婉儿去一趟无无时空 争夺死神权柄 死神权柄 花落谁家 这几天时间将会见分晓 你们要输了 在叶邪神走后 紫兰从木屋里出来 悠悠地向叶辰说道 你说什么 叶辰目光一寒 语气也很是冷冽 你们要输了 我已经看到未来 你们轮回阵营 也将遭受前所未有的恶难 嗯 我和金燕妹妹应该都要死了 你后宫里那些女人 估计也没多少能活下来的 当然 你的气数还没到尽头 你估计可以活下来 但 应该会很孤独 紫兰平静地说道 仿佛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够了 闭嘴吧 别说了 叶辰心烦意乱 他可不想输 只可惜这场死神权柄的争夺战 叶辰也无法插手 他只能等待最终的结果 到了第二天 叶辰明显感到 整个太上世界 甚至是整个现实世界 都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息 山雨欲来 风满楼 狂风吹拂 现实世界各处 弥漫出一片片的乌云 乌云里有猪般黑暗诡异 充满污秽的气息在流淌 那是天魔星海的气象 天魔星海的气象 居然显化到现实世界各处 黑暗的海洋 漂浮在云层之间 咕噜噜地冒着气泡 隐约可见 一句句扭曲的骨骸在浮动着 有些气象浓郁的地方 甚至还有白骨与尸体 从天上掉落 极其地恐怖 一片片宇宙星空 都被波及了 星辰在死去 日月在陨落 无边无际的黑暗污秽气息 充斥现实世界 让得不少地方 沦为世界末日般的存在 无数圣灵哀嚎 在天魔星海的能量笼罩下 惨叫死去 这真是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夜晨的星月界 神光环绕 地脉气韵浓厚 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 但他的神识 释放到外界去 就看到外面的世界 到处都沾染了 天魔星海的能量气息 许多世界与星空 都被污染了 最终的争斗 终于要来了 万尔 爷爷 你们一定要赢啊 夜晨在心中祈祷着 也顺便发出了一道神念 庇护华下地球 庇护银河系 庇护许许多多 曾经与他有过 善缘的地方 现在以夜晨的实力 一念之间 就可以覆盖星空宇宙 庇护十方世界 他是真正的上位者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黑暗的气息 越来越浓烈 又过了一天 天地之间 不只是黑气弥漫 甚至还有 许许多多诡异 嘶哑 惊悚的哀嚎声 吟唱声 尖叫声 狂笑声 在四处回响着 是万鬼嚎哭 夜晨窥视天地 就看到天魔星海之中 有几道激烈的气息 正在不断地角逐着 魔女的气息 古天地的气息 身土宛儿的气息 夜邪神的气息 魔祖无天的气息 都在激烈地争斗着 他们疯狂抢夺 天魔星海的能量 这般抢夺 却不是看谁实力强大 谁就可以胜出 而是要看气运 机缘 未来 造化等等 一系列复杂的东西 夜晨紧张地观望着 整个太上世界 无数强者的目光 也在观望着 所有人都知道 死神即将要诞生了 终于 三天时间过去了 整个现实世界的天空 几乎都被天魔星海的 黑暗所遮掩 连夜晨所在的星月界 最终也受到波及 大片天空 化作黑暗的颜色 夜晨这才知道 传说中的至高神器 未能彻底爆发的话 到底有多么离谱了 在滔天的黑暗之中 千万妖魔 与诡秘的气象浮现 无数妖魔顶礼膜拜 发出嘹亮的吟唱 而后 一张盛大的王座 出现在天空上 整张王座 完全是荆棘编织而成 布满了尖锐的道次 正是传说中的荆棘王座 无数天地的荣光 主神的威严 浩瀚的法则能量波动 环绕在这张王座之上 荆棘王座之上 魔气汇聚 显化出了一道 无比尊贵 无比荣耀 如黑暗君王 永夜霸主般的身影 那是魔女的身影 荆棘王座 魔女 她成了新的死神 叶尘大为震动 只觉得滔天的危机气息 扑面而来 无为死神 诸天 星空 大地 众生 向我沉浮吧 信我者 超脱生死 永不入轮回 魔女端坐在荆棘王座上 浑身天地法则环绕 黑暗与死亡的气息 不断生灭 发出平静 又充满力量的声音 这一刻 她成了新的死神 诸天都为之颤抖 无数妖魔吟唱 庆祝新神的诞生 现实世界之中 有无数强者 在目睹魔女的威严后 立即跪下沉浮 从此成了死神的信徒 星月界傲视天宫之中 风雨英 几思青 海棠紫皇 魏影 夏若雪 武瑶 小草神青岩等人 在目睹魔女成了死神后 他们脸色全都变了 所有人都感知到 巨大的危机正在靠近 风雨欲来 天空之中 魔女与荆棘王座的气象 渐渐消散而去 但那股死神的威压 却依然令人心计 成了死神的魔女 仿佛成为黑暗于死亡的主宰 气息极其恐怖 羽黄天界万须神殿 羽黄谷地见到死神权柄 归属魔女 首先想到了魔祖吴天 冷淡一笑 喃喃道 魔女成了新的死神 魔祖吴天恐怕要崩溃了吧 她再也没有一步登天的可能了 本来 魔祖吴天也在争夺死神权柄 如果他成功了 他甚至可能像任非凡那样 一步登天 跳过无无时空 诸多修炼步骤 直接登顶为天地主神 但是现在 随着死神权柄 落到魔女手中 魔祖吴天也成了书家 他失去了登顶的可能 此时剑门世界 吴天阵营所有的人们 在目睹这最终结局后 人人脸色惨白 万念俱灰 一道落寞的身影 从一座孤山上降临下来 正是魔祖吴天 围绕着魔祖吴天的 是许许多多 拥有黄金血脉的魔神 黄金魔神一族 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支持魔祖吴天了 他们在赌 赌未来的魔祖吴天会胜出 成为死神 成为深渊之主 带领他们去星空彼岸 但如今毫无疑问 他们赌输了 所有黄金魔神 脸色皆是惨淡黯然 我输了 你们各寻生路吧 魔祖吴天声音悲凉 转身默默离开了剑门世界 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也不知道未来在何方 他感到自身的力量 在迅速衰退 本来他夺取许许多多 天魔星海的能量 但这些能量 随着新死神诞生后 全部脱离出他的身体 重新汇聚到新死神的手中 死神一旦诞生 那就是赢家通知 彻底掌控天魔星海 不只是他 连夜晨也是一样 夜晨其实也掌握着一丝 天魔星海的能量 但那些能量 也全部回流到魔女手里 魔祖吴天 在离开剑门世界后 独自飘荡在浩瀚的星空之中 只觉得一声心血 此刻全部成了泡影 魔祖吴天 抱歉 是我侥幸赢了 就在魔祖吴天 万念俱灰的时候 一道淡漠的声音 传到他的耳朵里 那是魔女的声音 魔女 你已经赢了 是要来送我上路吗 魔祖吴天冷漠的一笑 他知道自己已经输了 连性命都难保住 不过他也不在乎生死了 哼哼 我不杀你 我还想和你合作呢 魔女笑了起来 声音很是高兴 毕竟他是最后的赢家 心情实在是愉快 还合作什么 你已经赢了 魔祖吴天眼里掠过一丝阴翼 他体内所有天魔星海的能量 全部回流到魔女的手上 他实力大大衰退 已经不再是顶级的先帝了 根本不可能对抗魔女 我需要借你的手 杀死叶臣的小子 葬灭轮回 这也是古天帝的意思 魔女淡然道 声音却是充斥着杀鸡 你想葬灭轮回 自己动手便是 魔祖吴天冷笑道 不 我乃死神 未能太过浩瀚 难以降临现实世界 我想葬灭轮回的话 不方便亲自出手 还是需要依靠你 我可以将荆棘王座借给你 甚至将部分死神的力量 暂时借给你 但条件是 你必须替我葬灭轮回 魔女说道 她为了诛杀叶臣 居然舍得借出荆棘王座 甚至要将刚刚得到的死神权柄 部分力量 借用给魔祖吴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